如果你真正信服 你相信一切法从心向神 只要相信这一句就行了 我们的疾病是不像念头神的 是从贪嗔痴慢疑神的 我今天把贪嗔痴慢疑都断掉 病能不能好 肯定能好 为什么 你每个细胞恢复正常 正常就是最健康 这不是明显 这是四世真相 真正相信 让我们过去想到从前农村 我们小时候 民国村 想一下人治病 求佛菩萨 香炉里头包一点香灰 回来吃了 回来吃了 病果然好了 那是这个香灰治好的吗 现在我们不是信心 真诚信 信心把病治好了 那香灰不过是个影子而已 有什么有道理 有道理 再好的一样 如果你对着不相信 你吃下去 不管用 为什么没信 对着有怀疑 所以佛说 信 为道远 功德 无量无边的功德 都从信心里头出生 那病治好 是功德了 离开了信心 也罚 不能建立 事法复法 全都建立在 坚强的信心基础上